多少呢 看起來好像大部分同學都答對了 我想答案就是225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各位作答的結果 顯示回應摘要的內容 這個時候就會出現你們作答的結果 第一個就是上面的答案為何 印象中好像是這個 就跑一個回圈嘛 然後就是這邊不是有一個陣列嗎 陣列第一個就0 1 2 3 4 5 總共有這個陣列就0到5 有6個值 也就是說一個陣列裡面可以放6個東西 我們就放了6個東西 當然你用變數只能放一個 那陣列的好處就可以放很多的值 這個值的話它是一個INT 一個整數 然後呢 預設值這個把它歸零 my sum就是加總 然後呢 當預設值初始為零 所以第一個 然後當它小於等於2的時候 就跳離回圈 然後加加就往下 所以答案應該多少呢 其實 加等於就把它一直加累加 所以理論上是0會進到回圈 1會進到回圈 2因為有等於 所以也會進到回圈 當它等於3的時候 就跳離了 OK 所以答案應該是把這3個 前面3個加起來 3個加起來的話答案就是多少呢 應該就225 OK 這應該沒問題啦 不過我看一下 最後幾個同學答對呢 答案是39個 所以可見得有6成的同學 大概今天6成的同學答對 也就是有4成的同學 這就傷腦筋了 所以可見 如果你們要考試的時候 我跟你講 剛剛看到那個算是最基本的 回圈 尤其是4回圈 還有度回圈 還有前測試回圈 或後測試回圈 這些都基本的 所以如果你對這不熟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好 可能要把那個基礎部分 再拿回來再K一下 不然的話 你可能考試會有問題 那我上面有幾本參考用書 我在那個我的雲端硬碟裡面 這邊不是有個入門講義 如果說你實在手邊沒有太多的參考書 你就直接看 看往下 這邊有幾本介紹 這幾本 你就我覺得這本那個明解Java 這本還不錯 不過好像已經絕版了 可能圖書館應該有 其他還有像這些 這以前上課用不出 另外就是說 這些東西其實其他我都有稍微介紹 在這個講義後面 我們剛剛有講到有關那個資料型態 運算值 還有重複控制 尤其是這個 重複控制 那重複控制裡面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邊稍微了解一下 那還有像那個流程控制 一幅跟Switch 這個也會用到 後面考試都會用 所以你可以自己在這裡面稍微找一下 那我在那個講義裡面都有放 好 所以請各位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或者是說去圖書館找一些書來看 好 那另外的話 在其他來看一下 就是大家的程度是 大概落在哪個地方 47%大概一半是入門 進階的大概就是 站了快三成 所以如果說你的程度是比較高級 比較進階的同學 那你就可能先自己先把題目稍微看過 可以的話自己先做做看 因為現在考試的話也就是上機 它是隨機抽個題目 那你拿到這個題目之後就開始上機做 它沒有選擇題 直接就上機 那最後呢你就是把它Compile 成class檔 你要交的時候就交兩個檔 一個是點Java 就是Source 圓圓圓式檔 一個是Compile之後的那個class檔 就兩個 那把它放到指定的目錄裡面 就按交卷 它就把這兩個檔傳到server端 就完成考試測驗了 就這樣而已 所以你不要把它想得很複雜 而且這些題目呢 將來都會長得是一模一樣的 它題目不會變化 但是TQC Plus的話 題目的話會改變 但是改變幅度也不大 OK 所以TQC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只要把題目練熟 把需要做的 稍微多操作幾遍的話 我想應該要通過考試不是太困難的點 那你需要上課以哪部分為主 大部分同學就是這些 OK 然後將來你會用在什麼地方上面呢 大部分同學都程式開發工作 還有就是其他產業結合 OK 不過我覺得你們除了學技術以外 可能他在熟悉一些其他東西 比如說你要有些創意 你要從別的產業去尋找一些ID 因為很多產業 像我發現現在 像什麼一般的那個金融業 他可能很需要做一些什麼 像什麼城市交易的 股市 外匯 或者是期貨的 但是呢 他找不到人幫他做一點事情 他懂那些know how 可是他不懂這些 但是也許你懂這個 可是你不懂他到底要什麼 那怎麼辦呢 所以如果說你還有金融相關的 專業的話 那不得了了 你以後自己寫個東西 隨時怎麼樣 當股市到達什麼樣的狀態底下 你可以買進 你可以設一些參數嘛 對 而且這個參數甚至你還可以賣錢的 哇 這賺翻的 你做一個這個東西出來 我跟你講 你大概就可以提前退休了 像YouTube那個老闆不是華裔的嗎 陳世俊嘛 他26歲他就已經退休了 為什麼他把YouTube賣給Google之後 他就好像賣了五億還六億美金的 五億還六億 他分一點點好了 他兩個朋友嘛 一人分一半 分個兩億美金的話 不用兩億美金 兩億台幣 我想兩億台幣 大概你就可以退休了 OK 那當然有的時候不是只有錢的問題 還有成就感 你做一點事情 感覺好像真的有學了東西 因為這樣而得到一些 別人對你的這個肯定 那你說不熟悉 所以大部分的話學過都還不熟悉 所以經由這個證照 我覺得你可以肯定一下你自己 OK 那再來的話請各位 等一下 先確定一件事情 接下來就是說環境 那環境部分的話呢 我在雲端上面有放兩個 一個是Eclipse 如果說你的電腦裡面 在你的系列裡面沒有這個東西 你就把這個下載下來 OK Eclipse 或者你可以到那個 官方網站去下載也可以 那官方網站應該各位都知道吧 TripleDive.Eclipse 有沒有這個官網 點OR區 OR區 這個網站的話呢 它是提供什麼 所有 Eclipse 很厲害喔 它除了可以開發 Java之外 可以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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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是一個免費的一個開發環境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 一個 標準的吧 所以你等於你會這個東西以後你要開發其他的 反正都是基本的 熟悉它最重要 那裡面的話呢 我們去下載那個版本的話 你就也可以從這邊下載 我想這個裡面其實還蠻多 你可以從那個它的download裡面 去找找看比較適合的版本 那一般的話呢 我會就用那個classical的 就是那個那個 早期會有classical 不過現在沒有的話 你就可以下載這個 Eclipse IDE for Java Developer 那到底要32還是64呢 這個特別注意 其實在你64 位元的環境裡面 可不可以用32 可以啊 對不對 可是呢 你的那個JDK 就一定要32的 有沒有 JDK download的時候呢 它也會顯示出 就是你要32的還是64 那這個兩個版本要是match的 你不能說一個64一個34 不行 因為它抓不到 那Android也是一樣 Android也會提供給你32或64 也就是說像我的習慣啦 那後來我乾脆全部下32就好 為什麼 因為32在34可以用 在64也可以用 那可是如果你用64的話 在32不能用啊 只能在64用 那有什麼差別 好想要沒什麼感覺啊 所以 乾脆就全部用32好了 OK 第一個 就是開發環境 如果你要最新版的話 請你直接在 Eclipse官網 因為它是一個ORG 這個其實是IBM 它本來的子公司 後來IBM 就佛心來著 就把這個公司給捐出來 無償給大家使用 所以各位可以記得IBM 會不會將來哪一個公司 Microsoft也把某一個 也把它捐出來 把Office也捐出來好了 變成Office.org 哇 大家一定會非常記得微軟的 微軟的股價一定會往上 不然的話 微軟現在好像也沒什麼太大的那個 太多的新的那個那個 東西出來 OK 第一個 我們需要的環境 Eclipse 第二個就是說 那個Java的JDK 因為如果你沒有JDK 你沒辦法開發我們要的那個 就是Java 所以 特別注意 那Java的王 因為Java現在被那個 Oracle給買走了 有沒有 好像花了大概也是 差不多五六億美金吧 就是生養 生養上 給Oracle給買走了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到什麼 Triple Drive點那個Oracle 所以呢 你就要找那個Oracle 那個Oracle的官網的話 Oracle 然後 點 它不是ORG 它是COM COM 就是要賺錢的 所以 你到這個官網 Oracle裡面的話 就可以找到這個 Oracle應該都知道了 它的Database非常有名 它的Database幾乎是應該是最強的 可是也是最貴的 OK 所以很大型的公司 基本上都會用Oracle的Database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玩過這些東西 然後呢 它裡面一樣有一個Download Download裡面的話 可是你想說 哇 這麼多東西 其實你會找一下 最popular的那個就對了 因為Oracle 它很聰明 它把Java買下來的話 其實 你看 最popular的在哪裡 Download裡面的話 這邊不是有Java for Developers 有沒有 最右 最左邊會有一個popular download 然後呢 這個Java for Developers 就是在這裡 其實所以 Oracle裡面產品應該最受歡迎的 應該是Java 因為Java 其實它是什麼 它是 也算是那個什麼 免費軟體 它 只要你非商業用途 都是免費的 OK 不過前一陣子它跟Google 就是 它告Google 因為侵權 侵害它的Java 我想 如果你有開發Android的同學 應該都知道 你一定要先掛JDK 才能夠掛那個ADT 就是那個Android的ADT 也就是說 其實Android的開發是 架 就是怎麼樣 建構在Java的 Java這個底層 所以其實是真的有侵權的問題 但是Google也很厲害 它知道說有些是你的專利 比如說你的Virtual Machine 你的虛擬機器 是你的專利 那我就怎麼樣 我就另外再弄一個虛擬機器 叫Derek 這個Derek 就不是用你的東西了 所以它也規避掉了 但是很奇妙的Oracle去告 結果第一次告 告輸了 好像第二次告也告輸了 可是很奇妙的 第三次最近告 卻告贏了 所以Google要賠Oracle錢 但是這個可能還沒有結束吧 還會去告下去 所以這裡面到底是怎麼樣 有時候其實Android太紅了 十支手機有八支手機 智慧手機是Android的嘛 可是Oracle一點都賺不到錢 所以它會怎麼樣 它會眼紅啊 你對不對 吃香喝辣的 可是呢 你連一個牛肉湯都不可以喝 說不過去嘛對不對 所以至少 而且你說你底層全部都用Java 所以其實我很多同學覺得很奇怪 我明明不是開發Android 怎麼還有很多Java 其實沒有Java也不行 但是Google也很聰明 他會想說趕快要把那個Java給踢開 可是就踢不開啊 因為他沒有Java也不行 所以這個很很妙啦 後續會怎麼樣發展 其實很難說啦 所以現在Google他自己也弄了一個開發平台 不是用Eclipse 是Android Studio 那個東西也越來越好用 所以你們也可以關注一下那個東西 那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只是單單Java的話 第一個Eclipse 第二個的話Oracle裡面的這個 所以你可以去Download 那在Java for Developers裡面 你會發現 那點進來就會告訴你有很多的版本 那記得一般我們如果只是開發基本標準的那個JDK的話 各位可以往下找 這邊有個什麼JDK嘛對不對 最新的版本是8U60的 就1.8的啦 一般我們會是 一般坊間會有什麼JDK8 就大概這樣 以前JDK6 JDK7 那另外有一些國際證照也類似 那它因為它跨平台 所以這裡面很多的開發環境這邊都有 那你就要找一個什麼 X86的 如果你是32的話就用X86 如果你是64的話就X64 那就Accept一下 那比如說你要下載最新版的話 那因為我們是用那個 就是32的 所以你就下載這一個 然後把它Download一下 那Accept一下 這邊上面有Accept 把它點一下 然後呢把它Download一下 這個時候呢 你再把它安裝起來 它就會有最新的JDK版本了 所以這兩個我想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那在雲端的硬碟裡面我也有放了 這兩個版本當然也不是最新的 不過是堪用穩定的版本 所以第一個部分請各位先把需要的資料 還有就是說開發環境先設置一下 那待會準備好之後的話 我們要準備要開始來那個 解這個證照考試的題目了